位於竹北市的新月沙灘 北起山腳漁澳 南到鳳山溪河口 綿延1.5公里的絮植沙灣 是北部最漂亮的海岸 不過近期為了防止沙灘大量流失 損壞路上設備 竹北市公所宣布 從即日起將會暫時封閉 啟動沙灘復育工程 因為我們在新月沙灘那邊 因為我們在裡面有一個 四十幾公頃的烏魚養殖區 那其實近幾年來 每次只要遇到有颱風 或者是大潮的時候 就已經把一直慢慢的 侵蝕我們的海岸線 那為了我們烏魚養殖區 所有的漁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所以說我們積極向政府中央 來爭取前瞻計畫 那也獲得同意 我們爭取到了四千四百萬 那也已經進場在施工 那我們預計是在明年的六月 可以來完工 不影響我們明年暑假所辦的 新月沙灘加年花費 新月沙灘整體景觀環境改善工程 由中央補助三千五百萬元 施工所配合九百八十七萬元 主要內容為海岸保護 及一公里長的沙灘富裕 預計將會封閉到明年的六月三十號為止 凱破新竹簡書期採訪報導 吉祥 感谢观看